我国空军广播区里 侵入国防空识别区的供击 在中国频繁军事动作之下 台湾最近加强后备战力 国防部将规划增加较招次数 再加上总统蔡英文 近期积极势导国军 让外界联想 难道是为两岸开战做准备吗 这个时间点上 去各部队去 未免一下士气 鼓舞一下军队的士气 这其实是一个合理的做法 避免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情形 他可能就利用这个时间 先把列管后备军人的资料 做个调查跟清理 军事专家坦言适逢战备月 所以军事动作本来就比较多 而目前中国没有增加兵力情况 研判不至于武力犯台 但就怕前线插墙走火 有一方的前线的官兵 采取了比较激烈的动作 比如说刻意的空中接近 或者是刻意的越过对方军舰的船头 当这些激进的动作 有时候做多了 就难免会失控 虽然专家研判两岸没有开战迹象 不过在网络上早就成为热门话题 有网友在PTT讨论 要不要上战场 有人留言 我等了三十年 但也有人反对 认为没人中枪会是高兴的 而网络媒体就针对如果两岸真的开战 民众上战场意愿调查 发现有百分之四十点九的人愿意保家卫国 不愿意的有百分之四十九点一 愿不愿上战场见仁见智 不到时若真的开战 国家真招你可不得不去 因为根据各阶厨艺年龄 义无意补充兵是三十六岁 致愿意四十五岁 校级是官长五十八岁 至于将官以上阶级 至少要到六十岁才会处役 在这两岸冰冻三尺之际 虽然还不到开战时刻 但政府各种动作 恐怕已经让国人心惊惊 欢迎新闻送君正海中台北报道 没办法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